拍一段小视频啊 看一下 这是拍落日余晖最好的地方 今天反正是这个稍微有一点点乌云啊 不是很漂亮 如果是完全天晴的时候 这个余晖特别好 一片金灿灿的 大家可以看到下面的海滩 走不下去 其实一片浅滩 下面很清晰 因为危险 政府可能不让下去的地方 如果下去的话 白层的下挺好的 这边刚刚 这边有这个管理人员了 割着草 经常有人来来看 很多人都看 前面这些基本上都储存那些木头的放在那里 这是河道 你看 他能看到那个飞艇快艇那里走 那么还有个小岛 中心 离心小岛 那么那一刻最远的地方那只是一个战道 那是机场那个战道 我们也走过来从那边看 所以有时候在上次我们走过的时候我也发过视频 我还给朋友说 从那个地方能看到我家 其实从对面拍摄里能看到我家 当然只是很遥远了 很模糊 你看 还能看到飞机起降 这个人就在这躺着睡觉呢 他们两个人躺着睡觉 你看 这边很多拉那个货船的那些 这个基本上是拖运那些碎木屑的那些 拖船 看到吗 能看到吗 那边的机场 能看到闪 一闪一闪 我看镜子能够拉近 对 对面这就是机场 温哥华机场 很漂亮的 到下午经常有人会来过来坐着这来 发呆 就是夏日子 落日余晖这边非常好 很多人会来这个地方坐一下 经常有情侣 刚才我拍这照片的时候 一队情侣直接在车里面 放个睡觉 睡觉 跑着 这也是我第一次看到 但经常有小情侣在这地方 你看那边 现在的经常就是一队小情侣 经常有 还有很多车 待不长 因为确实 如果 你不经常新来 待这个地方看着挺无聊的 你无非就看那船 你看 在那边有快艇 看了吗 学生会看到快艇一搜搜过来 这是河道 航道 那再就看落日余晖 今天有点阴天嘛 所以说不是很好 但但是 如果好天的话 你看火红火红的也不错 也挺漂亮的 有时候我出来走路的时候 我经常 特意的过来这个地方 拍 如果你经常关注我老爷直播的话 你看我很多视频 拍过的 这个 同一个地方 不同时间的 落日余晖 这是一对小年轻 做的 今天视频就拍到这了 明镜与点点栏目